一名中国籍男子星期天开着一艘快艇穿越台湾海峡之后 抵达台湾直接闯入淡水码头 这名男子声称他到台湾是为了投奔自由 对于这次发生破口 台湾海委会主委管碧林表示非常遗憾 不排除这可能是来自中方的一种测试 据了解闯入淡水码头的男子 曾在中国海军服役当过舰长 一名中国籍软性男子星期天开着快艇直冲淡水河口 并在渡船码头上岸还声称要投奔自由 男子被台湾海巡署逮捕 完成笔录后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 中国籍男子开快艇直接闯入淡水码头 也引发外界对于国安海巡漏洞的疑虑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则表示 淡水河口在战时是重点部署之一 平时是国防部跟海巡协力合作巡防 至于这一次闯入事件 是否为中国使用灰色地带手法测试底线 一切还在调查中 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那有关灰色洗澡的这个部分本来就一直持续存在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做相关的理清 但是我们永远要维持我们有这样的警觉 跟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然后再做相对的因应措施这样子 对于这次发生破口 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林表示非常遗憾 海巡在处理过程中出现误判 是人为疏忽 已经下令处分 当局也质疑男子投奔自由的说法 初步清查男子曾经在中国海军服役 他不会把他的目的明白地告诉我们 这个完全有赖于我们的侦查 当然以过去的案例来讲 侦查的手段不一定能够看到真相 但是以长期累积的案例来讲 我们不排除这是一种测试 因为以过去这一年多以来的18个案例来看 经常说辞是一致的 都说他们要来投奔自由 他们向往台湾自由的生活 要来台湾生活 那么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人不一样 管碧林也解释 当时雷达侦测系统并没有失灵 是操作员根据过往的工作经验 误判快艇为要返港的作业渔船 因为一般如果要偷渡 都不会往港里面走 但是这座快艇在六海里被锁定时 就是往港口的方向航行 所以操作员误判 一路把它当成了要返港的渔船监控 今天给我做好演员的 就能静一路 台湾测系统并没有受灵的